那所以这些风老的物产呢 我们希望在这边呢 也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品尝 到四重系温泉区消费 获得的在地小农提栏 里面有角白笋 玉米 还有美味的蛋品 这些都可以放进全新打造的 温泉主蛋区的主蛋池里 但是五分钟后 丰富未美的温泉小农食材 就可以品尝 2023四重系温泉季 全新打造设置主蛋区 希望将优质的碳酸氢纳泉 与在地农产结合 让游客有不同意以往的新体验 那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蛋区 是我们今年最主要的一个特色之一 那为什么要设计主蛋区 因为我们这边是坛煞清纳其人 是非常的非常透明清晰 那时常有游客跟我们讲 哎呀温泉主蛋 用温泉水主蛋是非常特殊 有非常好的一个DIY体验 所以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个主蛋区 那把我们的四重系温泉水 然后灌注进来之后呢 作意的保温之外 让民众可以体验 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创意小农的 一个东西包含蛋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体验 今年的温泉小农市集 增加到八个场次 让民众消费满额就可以兑换 限量食材小餐篮 屏东县长周春敏强调 温泉近每年都在新增量点 如去年卡比人区 今年的主蛋区未来更会完善周围公共设施 包含停车场大浴场等工程 都将陆续进行 四重系的温泉是台湾的四大名堂之一 那长年以来我们也谢谢在地的业者 在地的朋友 大家非常非常的把这样的温泉的泡汤文化保留 那后续我们会再加上更现代的停车场 更现代的大浴池泡汤 温泉纪活动期间在车城乡或牡丹箱住宿或餐饮单笔消费满额 可兑换纪念品及参加抽奖 相关活动讯息请上 2023屏东四重新温泉纪活动观望 及粉丝专业查询 令抽奖活动讯息请上屏东 GoGo网站查询 记者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字幕志豪采访报导